她的人生标签有点多 她的发型很像 70年代的香港武打电影 对 像李小龙 特别像 你高中文科班学啥呀 音乐 音乐 手上隔天爱在哪里风雨 大年龄又开武管了 你还是大一学生 你怎么开呢 因为我以前有很多战戒 她的中学时代不省心 不是她打别人 别人都打她 打上便宜的话 我还得买水果 去给你的家讲道歉 你被学校处罚过 退学人 初中三次 高中四次 一次大学创业的触动 开武部的时候 开始要钱了 当时弟弟帮忙 妈妈也帮忙 一份现场流泪的无尽遗憾 在父亲走之前 他肯定有很多话 没来得及说出口 28年来 第一次面对母亲的致歉 他该如何表达 现场始终笑对儿子的母亲 又将收获一份怎样的惊喜 来了 来来来 掌声又请 掌声又请 哇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伟大的男人 7月12日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歉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怡 百老师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斯 石老师 美女主播小影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从小到大 我的各种想法 都是母亲在支持我 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 我的工作 学习 还有生活 都是母亲在照顾 后来我自己成立了五寡 然后不断地被人挑战 还有约战 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参加了一些比赛 然后自己犯了很多错误 然后这些烂摊子都是我妈妈在帮我收拾 现在想一下 之前自己太不理智了 让妈妈费了很多心 我现在就想对妈妈说 妈妈 对不起 我太让您操心了 看上去像一个熊孩子 来 我们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母亲陈花枝 那名字真好听 陈花枝 你也是我的偶像 我在说您呢 您今年多大年纪 52了 我看你挺高兴的 不像是来接受道歉的 我看着你高兴了 那他不用道歉了 你回家就问孩子 儿子为什么要向你道歉 因为他小时候起碗我是爱打架 其实我也不需要他道什么歉 我只希望他过好他私自的人生 他一直以来不听话是吧 小时候有点顽皮 现在呢 现在蛮好了 那你希望他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 我希望他能为社会做些贡献 那他老打架怎么做贡献 所以我的心里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你希望将来他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多做好事 能够光宗耀祖也是最好的了 你说说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呢 我也不希望他做什么大官 反正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来 我们掌声有请他的儿子何耀华 你长得特像你妈 对 挺像的 他的发型很像70年代的香港武打电影 对 像李小龙 李小龙 特别像 你是故意这么装扮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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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发型是怎么个算法 你自己打扮的 对 因为练武的时候 他比较有一种傻口的感觉 你小时候很淘气是吗 就是学武术嘛 后来去考了体校 学了武术套路跟闪打 当时老爸是不支持他 老妈是支持 多小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小学二年级你学武干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李连杰尘龙 正单的 你是想当武打明星 小时候是有过的 还是经常受人欺负 受人欺负 小时候有点比较小个人 父亲反对是吧 有点反对 母亲支持 因为母亲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支持 你支持他学武啊 学武能强行健康 我也支持 但是不喜欢打架 他爹反对 他爸其实也不怎么反对 就是说学打早打 不是他打别人 别人说打他 他打着别人呢 我们家里增加家里的精致负担 别人打着他了 他受伤父母心疼 这是真心话 好多家人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你打着别人也不好 别人打着你也不好 他经常打着别人是吧 反正不是他打别人 别人就是打他 多吗这种情况 也不太多 是受伤多呢 还是把别人伤害的多 嗯 有点差不多 你每次怎么控制的那么好呢 也不是吧 因为有些同学一大欺小 然后我就直接气不过了 然后在班上就打起来 有时候约架 约到放学后 你被学校处罚过吗 以前被小孩打 然后缝了几针 学校就要加冷过来嘛 就要求退学这样 嗯 这种情况多吗 被退学 初中三次 高中四次 高中就去了四个学校 对 觉得自己以前太不懂事了 的确是不懂事了 那你岂不是 几乎把一个市 一个地方的学校都读遍了 嗯 差不多吧 有些为自己打了 有些是为朋友教训 然后人家朋友一教都会去 所以这样子 你分不清楚是非的 没有好兄弟啊 好兄弟错了你也帮他打 好兄弟被欺负的话 就要让他去就去啊 那他为什么被欺负呢 因为学校总有一些人 喜欢欺负人的 那你欺负了他 他又过来欺负你 你就渊渊相报何事了 对 是的 是吧 对 所以那七次转学 母亲都为你受了很多委屈 是吧 对 我爸爸和妈妈团 为了我的事情要吵架 他每次转学 你都要去受老师的批评吧 对啊 如果他打上铁影的话 我还得买水果啊 白衣游会啊 去跟便宜的家讲 抱歉啊 那你们是不是在学校挺出名的 嗯 怎么修呢 妈都怪我叫到不妨了 孩子没叫的话 再去跟便宜打架吧 是不是你真的是溺爱他呢 也不是溺爱他 他打架回来我 爸爸打 我就挖龟出一半 哦 我不打赢了 这些年转学 他也没好好学习吧 嗯 他学也学 他班上多少名啊 嗯 我一般都是中等的 还有比我更差的 那就都不打架了 不跟上面比 我们就跟下面比 对吧 对 是吧 你每次转学都能拿到中等的成绩是吧 差不多 你不烦呢 转来转去 嗯 没一点反省啊 因为你有时候你打完架以后 然后 有些你得知受伤一些人以后 他可能会来找你麻烦 嗯 所以 老妈有可能也是为了我的安全嘛 你受过伤吗 手臂反省骨折度 腿也受伤 你觉得那些年频繁的转学 当看见自己的母亲 为了你给别人赔礼道歉 你心里内疚吗 非常内疚 那你为什么还打呢 呃 啤啤啤啤啤爆 然后忍不住 你今天不会打我吧 不会不会 哈哈 现在都28岁了 又不是小孩了 这种持续喜欢打架的习惯 到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好了一些 高中三年级吧 因为高三的时候 我转了那个文科班 然后发现没有人 扭我 我听我同学说 他说 你知道吗 你们转过来之前 我们班都被欺负 但你一转过来 就没人敢欺负我们班的人了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啊 有点点高兴 你高中文科班学啥呀 你是有专业的那种吗 刚开始是体育特长生 后来转了艺术特长生 啥艺术啊 音乐 音乐 你哪跟音乐搭得上片呢 很奇怪 因为高一的时候 参与一个文艺晚会嘛 然后唱歌的时候 然后得了第一名 老妈当时也赞 然后当时那艺术老师 过来直接找我弹的 让我学点艺术 这命运也太快了 他唱得好听吗 还可以 你唱的是什么歌啊 那会儿 那时候 记得艺术晚会的时候 唱的是刘德华的歌子星云 你唱一下 我很久没唱了 没事 那我先要唱 那那 好 受伤格子爱在那里风雨 陈衣中战前 谁与泪蜜蜜 红尘蜜手爱 无奈差一时 我用死短着脈蜜 这是十几年前的 那一届的歌唱比赛 参与人数就你一个吧 不是不是 也挺多人的 你还拿来个第一 高中水平嘛 所以都 所以你就从此想走艺术道路了 我没有走 因为我又当去玩了 就是这样子的 啊 那你高考呢 考到北京 所以那个电影编导也制作 因为也受那个舞蹈明星影响太深了 所以 对 就改做幕后了 对幕后的也对 不做幕前了 对 是吧 你在大学没有再打架了吧 没有啊 大学懂事了 又不小孩了 他考上大学你高兴吗 高兴 他读这个专业你支持吗 支持 你好像没有什么不支持的事 支持啊 对 那他在大学消停了吧 消停了 嗯 就是 开五官的时候 可能就是 开始要钱了呗 你有没有感觉他考上大学之后 这臭小子终于不打架了 你松了一口气 嗯 对 他爹呢 嗯 他爹 我爸爸他大学年的时候 我爸爸就患了癌症去世了 所以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 哇 你的成长是以父亲为代价 对 你你你有没有感觉父亲的病跟你有关 可能有点 被你气的 有点 父亲做过你没有 经常做 那你对于父亲曾经对于你的教育方式 你现在所理解的是什么 他属于供邦式教育 然后他每次打我都会离家出手 啊 那父亲有对你好的时候吗 有 比如说 嗯 小时候爱爬树 爬得特别高 我爸爸就很担心我 然后就 不要爬 不要往上爬 然后属于这样子 啊 但吓我都抽死你了 你这样子 嗯 父亲的表达方式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父亲的走 对于你来说 在成熟的道路上 有很大的一步 嗯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我经常和他吵架 一天吵了两三回 然后他有时候吵不过 我又蹭我 然后他蹭我 我还是和他吵 还是点 所以这样 然后突然间 没有一个人来经常管你们 然后没有 怎么说 反正好像就觉得 少了好多东西那种感觉 心里面 说实话 当时我接受不了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其实我觉得我父亲走的时候 他是 对我 他是比较自豪的嘛 因为当时我听 他和他朋友就说 他说 我儿子在北京开武馆了 大学年就开武馆了 因为我功夫练得还是挺厉害的 打了很多比赛 对于你的性格像父亲 我的性格是我妈妈和爸爸的结合 不是我说指的是你至少有一点挺像你父亲 就是明明是细腻的内心非要用粗糙的方式来表达 对 有泪要忍着 有爱不能说出口 对 你什么时候开的武馆 我大学一年就开了 你还是大一学生你怎么开呢 因为我以前有很多战绩 我在之前打了一些散组的比赛 还有自由波及的比赛 这都打了很多比赛 拿过那个WK的那个 业余组的那个自由波及的冠军 所以你就开了武馆 其实我从小到大挑战自己的极限嘛 属于这样子 把对手打下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很爽 有一次吧 就父亲生病嘛 他因为患癌症嘛 需要钱嘛 然后我就去参加挑战了那个CKF 世界终极竿斗超终极的冠军 然后他是100公斤以上的 我是60公斤以上的 然后打他得了5万块钱 那你被别人打下的时候什么感受呢 很失落 非常失落 我到后来我觉得这种比赛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种精神 在我眼里了 开武馆挣钱嘛 还行啦 因为大学的学位我都自己赚了 然后自己后来又去自费 是学那个经营管理 北京大学的 他从进了大学父亲一走以后 突然之间变得懂事了是吧 他开武馆当中大饿吧 他脚脚啊 身体不好 只愿是要做大手势 要二三十万 因为他爸走了以后 家里也没什么钱了 跟两个大舅二舅相良 我放肆不救他了 然后打电话告诉儿子 他知道以后就说 如果你放肆的话 我就不应的这个妈 然后他就第二天 马上就刷了信用卡 刷了八千块钱回来 然后他三舅就捐院到 另外一个高一点的医院 他舅舅现在我都好好的 舅舅的医药费是他输的 你刚才不说他到大学 还问你家里要钱吗 那是刚刚开武馆的时候 这个是过后了 开武馆是这样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都帮忙了 对 到处借钱 然后弟弟也帮忙了 妈妈也帮忙了 但是你有没有回馈他们 有 弟弟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工作 然后有两年时间 然后到后面都是我带着他的 在我这里住 手把我应该可以这么说 我养着他吧应该 一个平时玩世不恭的人 突然之间变得懂事起来 的确让人感觉特别欣慰 是 但是他还无管你不担心他 他打比赛你不担心吗 有时候也担心 就是那一日他打比赛的时候受伤 我是分岁水孤节的时候 我是心里好难过的 你去照顾他了 我也去了 照顾最多的是弟弟和姐姐 因为我家里开了一个小店有点忙 你平时看他的那个比赛吗 因为我怕他打架 也怕他比别人打 我不愿意看 看了我心疯 我怕 那你到底是支持他打还是不打呢 他有时偷偷去 不告诉我 打完了就告诉我 我赢了我就告诉他 输了就不告诉 那你输了 你不照样要妈妈照顾 是吧 对 像你这样的一个 英俊潇洒 武功高强的男人 会不会有女人喜欢 以前有一个 现在 没有 可能是自己不够好 可能有时候为了自己的试验 然后缺少关心对方 你觉得他挺可爱的 他说话是看上去没心没肺的样子 但其实他内心隐约有一种善良的感觉 谢谢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整合了一些资源 像奥基华人的一个制片人 还有相当特别著名的一个导演 把他们全部整合起来了 我自己开了一个北京功夫影视职业学院 院长 不算是吧 几个人合伙一块干 CEO是谁 是我 你不就是吗 对 有多少学生 现在有一百多个人 你是教大家做后期制作是吗 我是工作导演这一块 因为我也在很多戏里面 执导了很多戏 你今天为什么要向母亲道歉 其实有一点点小有成就 小有成就 对 我的目标是以后带妈妈玩遍全国 以后带老妈去国外玩 妈妈找一个伴侣 她有了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对 你找的 不是我找的 是她自己 自由恋爱 对 陈华之女士 您的这一次恋情怎么样 那人好吗 好 哪好 还害羞起来呢 我的天哪 她是一个有大道的男人 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她家里有一个不太健康的儿子 十几年来她对她儿子不离不息 感动了我 她也是离异 她也是跟我一样 上偶 然后是独自带大一儿子 而且那儿子还有病痛 对吧 儿子是因为做便宜的 且受伤自残 就两个善良的人走到了一起 对她好吗 好 就你已经认可了 对 所以你感觉两个善良的人 走到了一起 一个跟她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 都对她这么好 所以你觉得你今天有必要道歉 作为儿子这些年来 给她增添了太多的烦心事 对 对 其实看见一个浪子回头 那感觉真的很好 就是人性的转变 由恶转为善 由坏转为好 你都能够感觉到那种人性的回归 感觉到一种阳光沐浴到每个人心里的感觉 尤其是妈妈特别高兴 来 三位老师 我是有一天晚上做梦 突然梦到我的妈妈 头发花白 牙齿掉了很多 那是一场噩梦 我一睁眼的时候 刚好我妈妈进屋房间 给我把窗帘拉开 告诉我该起床了 我那一刻看到妈妈 我真的觉得她老了 可能那个是我一夜长大的那个点 我相信很多人在成长的时候 都有那样的一个点 一夜长大 我身边也真的有朋友是 爸爸妈妈离开 他们那一夜才长大 我希望今天看到这一期节目的 很多跟我同年龄的伙伴们 能够从看到这期节目就长大 从今天开始就意识到 可能父母在跟我们相伴的时间 未来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要等到子于孝而亲不在的那一刻 特别谢谢你来了 谢谢 我觉得小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真的是来自于 父亲对于你的那种疼爱 和妈妈的顽强 一个顽强的人不是说在苦难当中坚持下来 那就叫顽强 我觉得一个顽强的人是 他不论经历了多少的苦难 他还能够去相信幸福 相信快乐 在你那么小的时候 不断地去惹祸打架 然后妈妈没有去给予你那么多的一些放弃 给他去送到某一些什么行为训练营 没有 然后面对于爸爸 在孩子刚刚成年 前途还没有很多确定性的时候就离开 然后他依然顽强地去面对着他的生活 而这个顽强在他武士出头的时候 得到了一次绽放 他相信幸福 相信快乐 所以他不把自己的人生去寄托在跟孩子的依恋关系上 他把他寄托在自己的创造上 而他选择的那样的一个男朋友 也不是因为那个男人有房子有车子 而恰恰是因为那个男人有一个可能一辈子的责任 而他从这个责任的背后看到了善良 看到了担当 可能小和也恰恰是因为妈妈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品质 去给予了你很多的感染和思考 他没有被生活打败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让他感动的 所以今天这一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暖 谢谢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 其实武林的最高境界都是文系 对 比如人家说武功至高的人最多是小霞 小霞什么意思 福为己坤 除霸安良 但真正的大霞都是文的 比如霞之大者为国为民 我特别喜欢一部电影 给你分享一下 叫一代宗师 有三句话吧 是我特别喜欢的 第一 恋武之人 轻生死 重离别 情义无价 对 第二一个 言必称三 手必称拳 谦逊 第三句 人生如奇 落子无悔 诚信 你把你的功夫 交给你的弟子 拍成你的电影 就是真功夫 嗯 我也为你今天在武术方面取得的这样的成绩感到非常的高兴 谢谢 谢谢 你应为他祝贺 你有一个优点 不管走多远 心中有老娘 他今天说的一个消息特别对我有冲击 老娘有女男朋友了 嗯 他们相处得很好 一个青年啊 练武术的 武术多么的古老 前脚很厉害的一个孩子 没人敢惹的小霸王 今天坐在这 露出特别柔软的部分 向他老娘和他的男友深深的祝福 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他特别现代 这才叫一份对老娘的真爱 我希望更多的人 在追求自己的成功 追求自己的幸福 无论多远 都有这样的能力 并且尽其所能 帮自己身边所爱的人 嗯 让他自由 让他去过自己的日子 嗯 并且献出自己最诚挚的尊重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不仅仅是浪子回头 而是一个男孩 走了很长的路 终于变成一个男人 嗯 谢谢 你一般把这样的故事 叫做成长 加油 希望院长啊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帮助更多喜欢武术的人 喜欢电影的人 喜欢音乐的人 嗯 谢谢 他们往往都很有个性 很另类 嗯 来帮助他们成长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善良的女人总是应该值得得到自己的幸福 啊 谢谢 好 待会儿跟妈妈说一些自己内心的真心话 好吧 来 谢谢你来 嗯 非常感谢妈妈 嗯 程老大大对我的一些无限的支持 如果没有妈妈我也不会有今天了 嗯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健康康的 我也希望我以后能带妈妈到处去玩 去旅游 然后我今天带了一些那个蓝红玛瑙 然后送我妈妈 桃红色 嗯 这个玛瑙 希望它能保养你 建议跟汤那么舒服 好棒 我把你手上夹出来 其实我觉得挂布是好看的 因为今天的景色 我也得恭候你 希望你多教一些学生 抱着 抱着 好 原的 我希望妈妈坚坚坚地 然后能够层面板睡 然后以后可能会带你 到处去旅游 去玩 他言外之意就是 你等着享福吧 妈妈 对 就这一话 来 你到这儿来 你给我们来一套拳子怎么样 我看看 对啊 来一套来一套 看一看看一看 真的 视频点啊 视频点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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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有请妈妈 跟妈妈的话说 跟妈妈的另一半 也说点什么 因为妈妈将来的生活 更多的要托付给那个男人 我希望叔叔能好好照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真的很 特别善良的 而且他永远都有一个童心的 嗯 永远都是那么天真的 嗯 我希望他们也能够 一直走下去吧 然后好好照顾下我妈妈 然后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 来 请把叔叔穿上来 哇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伟大的男人 哇 哇 善良 哇 哇 来 大家好 我叫张广荣 张广荣 我是山东聊城 你看您旁边这个女人 始终保持着一个非常贤惠的姿态 真正的姿态 你特喜欢吗 嗯 我们两个是打一三年从网上认识的 哎呀 网恋呐 我最敬佩他的就是 培养了那么两个优秀的儿子 他的弟弟也是研究生 嗯 也是搞艺术的 嗯 女儿是大学生 三个孩子都很优秀 您孩子是需要您照顾是吧 对 所以说其实在这样的一段 半路的姻缘当中 这个女人不光对自己的孩子 能这么好 对你的孩子应该也很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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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时候办事 年底吧 对 那咱先求婚了吧 把婚求了吧 哇 我们这个四手反向是 你不能说这 你看 刚刚大姐说 你算是帮着我了 太可爱 我也没有本人的礼物 不需要准备礼物 有一颗诚心就够了 有一颗心就够了 求婚吧 请你嫁给我 看见这个好人跟好人 善良人跟善良人能够最后走到一块儿 心里特别高兴 然后呢碰见一个人走错了路 他走着走着走到正路上来走对了路 我们也特别的高兴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善良 他跟自己好像本来没啥关系 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感同身受 但其实最后呢 你最需要跟一个人说的 就是你自己的父亲 你的母亲现在身体还好 能够享受到你对她的孝敬 但父亲没有 对 他享受不到 你有什么想要跟父亲说的吗 怎么说呢 他肯定有很难的 很多话没来得及说出口 在父亲走之前 没有说过软话 两人总是呛呛着来 到这会儿 他心里肯定更难受 就是你也很孝顺 你妈的 就是说不出来 说实话我挺想我吧 以前在这一队训练被KO过 那一叉嘛 女母亲那一叉嘛 好像仿佛见到我父亲一样 被KO的时候 对 然后 现在 只能说 好好照顾我母亲嘛 嗯 对 然后 希望 通过自己有一些努力 然后奋斗 然后 其实你最想说的话 一定是爸 如果现在你还在 我一定不跟你呛呛 是吧 对 没事 把这些所有的爱 给母亲 给这位叔叔 对 他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 对 好嘛 牵着叔叔和妈妈的手 回家去 好嘛 谢谢 非常感谢妈妈从老大大 对我无限的支持 如果没有妈妈我也不会有今天的 我曾经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健康康了 此刻那些伤大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你会发现人很奇怪 就是越是说话 好像没心没肺的人 其实一直在走心 当然在生活当中那些越是喜欢开玩笑的人 其实说的都是真话 所以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重自己和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亲人之间的表达 千万不要情绪对情绪 如果有一天这个情绪的对象已然不在的话 你除了失落之外 还有感伤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和感谢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